龙潭购地避案中审陈水扁和吴淑珍被判刑11年 由于身有残疾 吴淑珍究竟什么时候入监服刑 会关在哪里 外界一直非常的关注 而至于党内媒体报道 台法务部门暂定由台中监狱附设的 裴德医院收治吴淑珍 而时间点就定在12月 目前在裴德医院规划中的女性专区 正在加紧赶工 为了吴淑珍入狱 院方不仅加强了软硬体设备 还开始培训女球 担任吴淑珍的看护 台中监狱表示 初期他们在女受刑人中 挑选了15位个性开朗热忱的 女受刑人受训 课程包含了基本医学常识 还有清洁及看护的技巧 等到吴淑珍入监后 可以协助看护工作 按照台中监狱的计划 这群女看护主要任务 是照顾吴淑珍的生活起居 另外安排介护人员 接受急救训练 应对突发状况 裴德医院表示 如果吴淑珍移送之后 将安排住进两人一间的小房 同时会由一名女看护 和一名介护人员 共同照顾 同时已经在台北看守所 积压了两年的陈水扁 未来则将在台北监狱服刑 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我